这盘棋讲解是草川接见 2022年的最新比赛 这是棋车的一赛 红方是张萌 黑方是孟辰 开局是中炮 对战是平风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 红方先走的是过河区 黑方要对 红方呢不肯 这里黑方想去打局啊 红方这里先平炮 准备上马 黑方把局两处 这儿这个棋啊 红方就上正马 黑方三不虎 避免被牵住 那红方强占河口 这里呢对方选择的招法是先不是 巩固一下中路 因为你要先打局 对方马四进五一踩啊 随时踩马出局 所以对方先加强 不给红方利用 这儿下不眼看要打局 红方踩掉 意思是呢你要打局 我就踩炮踩你的局啊 这边呢还有一个卧槽很厉害 那黑方当然是不肯 先逼住吃一下 红方冲兵以后 这里憋住马腿啊 现在打局 红方闪开以后呢 黑方退炮 形成担子炮 红方掌局 有一部对局的手段 那黑方也不怕 正常的话可以考虑飞个象 然后呢用象吃掉这个兵来困马 实战的话 走鞠而近五啊 它是一个想反击啊 担心你对局 对完之后可以过来捉你 或者是平局捉兵捉马 但是这条鞋啊 刚好就被红方所利用 所以呢正常还是应该先飞个象 现在平炮盯着马再说 那么此招一出红方 瞬间就冲兵 黑方如果吃掉的话 红方这个马上去啊 就非常厉害了 所以呢对方就想骗对方啊 你现在一吃我这边杀过来 那么现在吃掉兵吃马 但是红方根本没有给他机会啊 只管上 孟城到这里啊 不冲也不行 你冲完之后准备去吃兵吃马 结果他这里呢就跳进去了 那么一局换双的话 这个棋肯定是亏啊 所以呢他不愿意啊 就下足想要纠缠 这儿红方速度非常快 先吃一个 黑方以为可以先起后去 红方这里呢又是一个交换啊 那这儿对方这个棋肯定只能打掉 如果你不打的话 先吃另外一个马 他近距离卡啊 这边有问题 所以他必须得把马打掉啊 不能按炮手工 接下来红方的平均跟他换 黑方到这里啊 也不能再躲 再躲这炮打也这么举丑的 所以他必须得吃啊 吃完之后红方吃掉对方的马 现在黑方呢打向 红方就把足吃掉 你将军之后呢 看似这个棋很凶啊 但是呢这里你甩不到边线去 你甩到八路线把鞠挡住了 他瞬间跟你交换 当对方认为啊 可以呢先起后取的时候 红方有一招妙手啊 叫杀 这招棋啊是结尾的关键 现在这个棋红方演多次 黑方在下方之中准备纠缠一下 红方呢这个棋啊 选择掌局开始威胁对方 这儿对方一吃看住 眼看一吃像很凶 这里落相不给他机会 对方呢冲边足 红方就架中炮 直接呢打对方的中足 非常厉害 黑方选择是冲一步不让 红方顺势扫掉对方啊 保留这个边兵 就是不给你合起的任何机会 那么黑方赶快平鞠过来 威胁一下 红方的炮 红方也就闪 随时可以下底炮 所以对方不肯又抓一下 那红方平到视角 黑方只好打掉一个再说啊 这儿红方先来一将 退鞠回来吃足 黑方冲过来之后啊 先吃一个边足 那么这儿的话先掉鞠啊 防止一冲足 把鞠挡住 那么这里的话 找机会扣中炮 红方只管冲啊 你扣中炮他出来 一面将可以呢 进来没有用 这儿点将之后打着足 那他选择炮平二 准备足五金进行反击 红方放一个中鞠不让 黑方看住 到这儿红方呢 点住相也 硬要吃相 那么现在你要是打鞠 他把中足吃了 所以你中间不能打鞠 就只能先打一将 试图骗对方去捕试啊 一捕试拍一将 拍这么鞠丑了 所以红方必须得选择拆炮才行 黑方这时候再去打鞠 把他赶走啊 红方一甩鞠啊 毕竟这个棋是鞠双炮兵 有这个兵存在 那你就很难合到啊 这儿的话这个棋 你平均他抢占雷道 即便你对个鞠 那这棋你也是危险啊 实战的话 黑方很顽强 红方就简单对掉 如果没有这个兵呢 就是合棋 有这个兵的话 这棋还真不好合 我们看一下 到这儿啊 想吃相 对方有一个出老将啊 捉抛的手段 所以呢不敢啊 这是个陷阱 那么你不吃下老帅 他排你一将啊 进来 然后呢继续骗你啊 目前来看打不动啊 他的意思是找机会 想把这个足够来抓死炮 红方呢 出老帅肯定不给他机会啊 然后呢 这个棋退炮回来 这儿的话 这个棋黑方一僵啊 要抓死炮 那么红方架起中炮 你要是冲 他就选择一个炮武精一 那对方选择出老将啊 这儿只管下 飞向以后呢 就平啊 那黑方这个棋 为什么不走一步炮武精一呢 下不抓死炮啊 但是你炮武精一 他就啊 出老帅了 你抓不到了 所以他就希望一将 把你控住就可以了 那么这棋 看这个炮兵怎么去赢啊 这儿的话 这个棋平过来啊 对方走向 退炮之后 再飞一个向 这里平兵看似可以持 实则他有双炮 因为这个棋双炮 刚好就可以破摄像拳 所以呢 虽然有一个足啊 这个足也会被打死 对方也不敢轻易的去气炮啊 换对方一个兵 最终呢 这个棋 红方实现了一个 右兵左翼的计划 接下来补炮啊 退回挡住对方 然后呢 一出帅 让自己中炮活跃起来 这样就形成三子 准备打向 对方一将进来之后 打着足 那么他牵住啊 这儿就出来 那这个棋 黑方当然想求和 红方不肯 平兵过来捉向 对方落向之后 有平兵 打足 把足一赶走 老帅一出 接下来这个中炮 就可以动了 那么此时啊 黑方还想这个 顾忌重施啊 红方瞬间把炮闪开 黑方这时候啊 长江肯定就不行 那么这里啊 他飞向就是 骗对方足下来 让你这个足换个向啊 这儿对方肯定不上当 顶住 那推炮把你挡住隔断 几周炮以后呀 准备开始发难 有一个重炮打死足 对方就先平开 这儿把视之起来 那么现在飞向 把你炮挡住啊 这招向飞的确实妙啊 这样的话 黑方平足 红方就过来一将 黑方想对一个子就合了 但是红方不对啊 就骗对方 看你敢不敢去打这个事 对方临场也没打 然后呢 一个闪击过来 打向啊 平足之后又打 这其妙呀 然后呢 这个其中炮一放 打向叫杀 对方飞向之后呢 这儿选择一个甩炮 底线继续闪击利用他 那么盯住啊 非常顽强了 这里准备下兵 飞向不肯啊 中间一放 这儿对方出来 然后呢 平炮 他现在冲不下去啊 就只能平将 然后的话 从右边看能不能下去啊 这儿的话 这个其啊 要么破象 要么就卡着象眼破对方 那么对方想放中炮啊 直接挡住不让 那你进炮的话 他也不管你了 盯着象啊 这儿的话 这个其他是准备 要用兵去吃象 又担心中间将抽掉 所以他先走炮退一步 小刀一出呀 眼看丢象 对方实在是守不住 一旦象一破 就要竖起 孟臣到这里啊 只好就认输了 这盘棋 账门获胜